各位 今天是9月2日 星期四 市今早先升而反复 其实很正常 稍后再做分析 先低个指数 早市恒指先高于175点 达到26,203点 进一步升到26,359点才止步 这一刻相对昨日收市 升了331点 由于8月20日的低位 24,581点起 今早的高位26,359 这反弹的浪 已经升了1778点 所以高台有少少消费 很正常 单单看腾讯 412元左右升了上581 老实实 25% 有少少回吐 根本很正常 美团更加不用说 即是说 技术上高台的反复 可能都是一些 早前买了低价货的 趁高回吐 结果市况有些反复 直到现在下午 大概3.20分做的 指数今天曾经回调到 25,967点 即是跌了61点 但没问题 因为就算是这样 指数仍然稳守在10天和20天线之上 10天线大概现在在25,571点 20天线大概在25,873点 很简单说 指数一日稳守在20和10天线上 移动线方面的走势 技术上可以进一步向上望50天线 在26,802点左右 再看看月份的走势 经过今天高开之后 9月份的市 暂时初步呈现一个先低后高的格局 指数是由昨天的低位25,694 升至今早的高位26,359点 即是两天的波幅暂时有665点 第一 一个月的高低位 不可能在两个交易天之内出现 况且665点波幅也不可能满足整个月的要求 即是在9月份剩下的交易天 绝对有更大的波幅点 问题是上破26,359 还是跌穿25,694点 现在指数是在20和10天线上 理论上只要形态不变 始终要向上找高位 目标刚才提及了 再看看 8月份其实大家很清楚 是有个高位 8月11见过26,822 之后就跌到8月20的低位24,581 好了 由24,581开始的上升 现在在移动线方面 就在看50天线 但在月份的月线图来看 目标就应该直至8月11的高位26,822 只剩下一个问题 腾讯反弹是领行的 美团是领行的 其他那些 比利比利也好 快手也好 都出现一个明显的反弹 唯独是阿里巴巴的部份 比较慢 可能它真的封眼 自中 所以反弹的势头始终受到亏限 但无论如何都好 它都是恒指成份股 所以只要它们的走势 有些升多一些 有些升慢一些 始终都会拉着指数上 剩下的 去了现在这个26200多点 在做水平 在携拾球 在整固 后续再继续 我想是否需要一些 传统的蓝筹都稍微帮忙 例如 友邦的去行之成份都占8% 汇控都占7.89% 当然 2318的平保都占4.01% 即是传统的蓝筹 如果能够稍微回暖 轻轻做回少少 少少便足够了 对大市来说 始终有一个推动的效应 看指数已经知道 由24,581点 升至上今日的高位26,359 升至1,775点 所以有少少整固 但这个整固没有大问题 只要一直在20和10天线流上 技术上、形态上 仍然有利于挑战50天线 甚至乎8月份的高位26,822点 那今天是9月2号 星期四股市有一点点反复 其实也很正常 我们先看看指数 早段行政指数先高开175点 到26,2803点 再进一步上升到26,359点才停步 等于说这分钟相对于昨天来说 是上升了331点 好了 由于瑞州的升幅不少 我们算一算 从8月20号的低位 24,581点开始的上升 到今早的高位26,359点 这个反弹已经升了1778点 有一点点的高台的回调 其实很正常的 好了 在回调的估压出现之后 指数曾经一路是低见25,967点 相对于昨天收市来说 是回调61点 还好 大部分的时间还是在26,000点以上 那等于说 就算是指数少回有一点点的反复 可是大家应该看一看 指数不管是怎么样 还是走在10跟20天线以上的 10天线现在大概在25,571点 而20天线大概在25,873点 那等于说整个回稳走势 根本是没有改变 好了 要是说只是能够一直稳守 在10跟20天线以上 再进一步往上看的 从移动线方面来看 一定是50天线 50天线现在大概在26,8802点 这个是移动线方面的分析 不管是怎么样 只要指数一天稳守在10跟20天线以上 我们的目标就往上看 50天线 我们一步一步去看 我们再看看9月份 经过今天的稍微高开之后 其实9月份的股市 已经出现一个先低而后高 第一位是昨天的25,694点 高位就是今早的26,359点 从25,694点开步到今早的高位 其实两天之内指数是上升了665点 可是大家留意 一个月的高低位是绝对不可能 在两个交易天之内出现 还有665点的波幅 也不可能满足整个月的要求 那很简单 指数只要稳守在25,694点以上的话 那等于说股市还是在先低后高 那我的看法就是指数 还是会进一步往上寻找这个月的高位 以前我曾经说过了 从8月20号开始的所谓反弹 要是说有三到四个星期的反弹的话 我觉得怎么样也好 股市还是会在9月10号左右水平 还是维持在一步一步的往上推的走势之中 当然现在只是一个反弹的股市 所以我也不敢看得太高 还有移动线方面 虽然说我们还是要 进一步往上看的那个条件 可是大家要留意成交方面 还好直到目前为止 大时的成交还算是不错 可是要留意 现在是大概在269水平 在往上看一定是50天性 268802点 跟8月份的最高的指数 26822点 要是说成交能够维持在1700 1800以上的话问题不大的 可是不管是哪一天 要是指数成交方面 突然之间减少到1300到1400个亿 大家要小心一点点 股市上升一定要动力的 要是没有足够的动力往上推 股市的走势 股市的升势会受到亏限的 不管是怎么样 还是维持我的看法 从8月20号开始的反弹 要是说要大概三个星期 左右时间去运行的话 那等于说9月中之前 可能还是会出现这个月的高位的 暂时的看法是这样子 好 下午分析就说了解例 不过这里 我按摩 差不多了 如果您不做的话 估计 你们可以看到 这个人的口颜 很久 我们自己去这次